台商叫慢 民众仔细挑选 假日的菜市场还是很热闹 但不同过去 人个人之间的距离 似乎也有拉开 这里是台北滨江市场外滩 即使疫情严峻 还是不少人上街采买 差不多可能三天 我一个礼拜出来一次而已 为了生活必需品 只能尽量做好防疫再出门 市府也注意到民众生活要顾 但市场管制也不能松懈 可以看到说 警方在外围是架设的这个管制区 是用来阻挡这个机车进入的 因为这个滨江市场 从今天开始周末呢 就要进行这个交通管制 警方就在外围站岗 禁止骑机车进入 北市目前除了滨江 还有虎林跟双合街市场 从6月5号开始 每周6日早上8点到12点 都会进行封路交管 只准行人走进去 但摊贩还是能开车进入市场卸货 即使生意减少也还是配合防疫 然而北市府针对市场 其实之前也推出了即时影像监控 鼓励民众先在家看人潮 再决定是否出门 不过上网点开发现 像是福德街菜市场 画面就被摊贩棚子遮挡三分之二 北投市场日前同样也有类似情况 不过监视系统已经下架不能看 而木星市场之前被发现 影像超模糊 但现在也有改善 另外隔壁的新北市板桥冥想市场 之前才因为无法控管人流 就被要求停业三接到6月4号 然而摊商之间 对于管制衍生的费用分摊还没有共识 所以尚未缴交改善计划书 确定再修饰三天 双北硬起来 努力不让市场成为染疫破口 TVB9花售便影响台北 在网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